好,继续来看到花点县政府也爆发性骚扰事件 刚考上公务员分发到地震事务所测量工作 吴小姐指控 两年来遭到消信资深测量助理员的性骚扰 直到今年的4月提出了性骚扰的申诉 不仅汪姓主管拒之不理 加害人,消信人士放话你去告 能耐我何,是你难堪 那么性骚调查委员会立案要求 萧先生上3个小时的性骚课程 但事件过后的4个月 萧姓男子仍在单位上班 花点县议会的民进党团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痛逼观观相护 109年考向公务人员 隔年3月分发到花莲地震事务所服务的吴小姐 她原本担任测量工作 主管把萧姓测量助理配合她协助测量工作 但萧姓男子却借执行植物之便 对她摸头摸下巴摸肩膀还有摸大腿内侧 还在她的耳朵旁边讲话等肢体接触性骚扰 让她非常难受 从与萧姓助理外液测量 便借执行植物之便对我摸头下巴肩膀及大腿内外侧 共是一年半的期间不时的性骚扰 甚至我休假周六日 萧姓助理还要传各种关心 她去哪里在家打扫等讯息骚扰我的生活 那与工作需要萧姓助理协助 并因我孤身一人在外地求助无门 吴小姐控诉今年三月份 她向主管翁姓科长告知被性骚 客长却说叫她自己多沟通 让对方可以接受 这样的说法让吴小姐无言以对 在今年三月十三日 我跟直属长官 翁客长告知我被性骚扰 即孝姓助理在工作上各种不配合的状况 但客长却让我跟孝姓助理多沟通 还说看怎样沟通 那孝姓助理教人接受 要顺着助理的毛 此番言论让我感到无言以对 无比压抑 日五月二十四号 我在父亲陪同一下 因为客长秘书人事主任 一同与客长沟通助理能力安排事宜 但当下客长走进秘书室 直接当我父亲面对我咆哮训斥 说我怎么有脸来 我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我这件事情不发生在他任内 我为什么在他任内申诉他 还说我不应把此事在我脸书上分享 我当下非常错愕 心中不断询问自己 我错了嘛 今年四月 吴小姐提出了性骚申诉 该单位在六月七月对两岸 做出了判决成立书 但是到现在 消息男子还在同单位上班 花莲新一会民进党团 特别召开记者会痛批这事官官相护 将近两年的时间 长期受到性骚扰的这个阶段 于吴小姐于今年的三月中 口头跟主管来申诉 被这个客室内的同仁 长期的性骚扰一事 那该客室的主管当下并没有立即的展开调查 反而是要求吴小姐跟加害人来进行沟通 进行协调 直到三月底 吴小姐察觉我们主管并没有针对此次的性骚扰事件 进行调查之后 于四月十号正式的提出申诉 那在这期间 这个加害人还继续跟我们吴小姐 在同一个办公室来进行业务上面的配合 我想对吴小姐来说 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职场上被心骚扰的人 能够勇敢站出来 然后举发这些情况 是非常有勇气 非常非常的有勇气 所以我们呼吁单位的主管 他一定要用非常严谨 而且细腻的一个 积极的处理态度 来看待这些事情 那我们在这边 就是民进党团要请花莲县政府 我们呼吁他一定要就这种性贫的事件 的处理程序 要做全面的检讨 那建立明确的后续的处理的制度 切勿再造成这个被害者 二次的伤害 县府人事处也说明 性骚和职场霸凌的处理流程 其实这些事情 因为已经在正式的受理调查当中 当然调查的结果不公开 那我们会以保护被害人最大权益的 正面的态度来进行这件事情的处理 我本身也是女性 所以对MeToo的这个事件的 新少女处理案件 我可以跟媒体大众表证 花莲县政府一定是用最正面积极 保护被害人的角度来做处理 绝对不会关关相户 而且会依调查的事实结果 来做积极公平的处理 至于地震事务所则回应 在7月25号会召开考纪会 来讨论陈储案 也会加强员工的性贫教育 介统会欢迎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